在一个空间直角坐标系里边,有一条线段,它立于X轴而斜靠于Z轴。 这条线段上均匀分布有256个点,用小球来表示。 我们给定一个简单的规则。 在一个时间单位里,最底下的点绕Z转一圈,倒数第二个点绕两圈,倒数第三个点绕三圈,依此类推。 最顶上的点会绕265圈,但因为它处于轴线上,因此它实际上是自转265圈。 K线是一条辅助线,就是把小球按顺序连起来。 之所以称之为百之五,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每一个点都看作是单摆。 一个单摆在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都有相同的摆动时,它就会做圆周运动,并且线速度是匀速的。 当然,这里的256个单摆互不影响,可以看作是每次只放一个摆,然后将256次运动合在一起进行显示。 现在,让我们来看看会有什么花样。 把这整个过程的时间定为1,我们来看几个时刻的图像。 这是0.1时刻的样子。 这是0.2时刻的样子。 这是0.2时刻的样子。 再往后就是往回循环了,直到回到原来的样子。 7.9时刻的 456io papier留米视 expecting我们很少的花样。 中文字体制作为田轻量的私爱设备见。